明白了明白了 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父您有肉身 如果我们求观世音菩萨到梦里来看图腾抱小房子的数量 师父可以这样祈求 用我某某的哪份功德 求菩萨梦中告诉我某某看图腾告知小房子的数量 这样可以这样做吗 这个方法 没听懂什么叫看图腾啊 就是说你看同学们不是打不同您的电话吗 他呢就是这样跟观世音菩萨祈求 用我某某的哪份功德求菩萨梦中告诉我 需要小房子的数量 那可以这样 这个少用 因为功德太大了 功德用到这方面绝对划不来呢 功德可以救命的 你法会上做点功德你绝对救命的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个爸爸妈妈生病了 自己什么什么 你把功德一拿 我告诉你最近我刚刚看到一个上海的一个老妈妈真的很好玩 她厉害了 她的理解力特别强 她说我腿脚不方便 女儿她说你去参加法会你多做功德 让我来出你出你钱 她说就出她机票了 她说你你做的功德把那个百分之七十给我 她说我就要你功德就好 其实这个妈妈就非常聪明 因为你记住了 就功德快得来比那个小房子还要快 那不是 但是她想梦里找观世音菩萨告诉她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她又打不通电话 那她只好用这个功德 那就说要功德百分之一呀 或者零点几呀都可以的呀 哦可以 如果你功德很大的话 你说拿我的功德怕全拿光了怎么办 对对对不敢多说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保护好 因为因为有我们有很多同修把全部功德一给妈自己马上躺下来了 那功德可以封存吗师傅 功德本身在你身上的呀 那给它封住行吗 你留着交来回天用 嗯可以 你多做功德你拿出来一点点 那你自己其他不就留下来了吗 不就跟你家里家里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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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一样的呀 你有些钱不要乱用呀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一个人的功德那么大 他在天上是体现在哪里呢 是功德布上给的记录啊 还是在天上体现出什么样的 全部体现 采云飘扬 莲花朵朵 然后功德布上记得满满的 哦 所以一个人的功德大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这叫不漏 无漏 对不对呀 无违法的修行 无漏无违法的修行功德非常大 无违法就是不为不为自己为众生的修行法 功德大的不得了 我问你你参加法会是不是为别人呢 你们为自己吧 你做义工的时候 你做义工的时候 班书啊 维持持续啊 是不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吧 对对对为别人 好了 你说这无违法功德大不大 大大 好了 那就是这就是我就告诉你 功德而且来得快 你只要把它拿出来 因为功德已经是现成的了 小房子你还得念 功德现成的 你碰到紧急事情把自己功德百分之多少拿出来 你自己就是不要拿得太多就好了 哦 明白了 马上领 师傅 马上领 我经常讲我们 明白了 我们经常讲我们东方的那个小丫头 她的家里妈妈一到那个急诊病房 她就给点一点点功德 妈妈就出来了 用不着开刀了 就这样了 所以有的时候功德来得快 而且现在的功德 妈妈一身癌症 她说最近有一个佛友把她百分之五十的功德 给她 因为她本身就是有点像召集人一样 但是她不是主要的 她的功德很大 她给她妈妈五十 她妈妈两天出院了 本来医生说 本来医生说至少躺在里面出不来了 就这么 好像太 师傅太给力了 神奇了 神奇了 这个功德的这事情不得了 所以你去看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在庙里面那些方丈啊 他不愿意随便见人呢 对不对 你知道很多很多武林大侠 他们为什么老喜欢见那些有能量的人呢 他们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眼睛盯着他一看他就收他的能量了 对 那师傅为什么古代那些方丈你说 他不随便见人 他一旦见了那个人 他就会全心的帮他 加持了呀 加持了呀 不要讲其他 你就是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政府官员 你去见了谁 那个人不就加持了吗 对 对 是吧 不一样啊 你看看很多人见了师傅之后 师傅跟我见面了 师傅怎么样 跑到公教会去 马上人家就对他肃然其境了 是的 那就是这样的呀 这还不懂啊 所以过去帮他们不随便加持们 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刚刚现在某某大法师 如果你是见了他 你跑出去说我见过某某某 你是不是 身上就有光了 明白了 最后一个 好 好